我们问一下 施生辉老师 退休理财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第一个 多少钱就能安心退休 大家都在问 多少钱就能安心退休 就是生活费的22倍 生活一个月 不是一年生活费的22倍 就是一年50万 一年50万 22倍就是1100万 那你就预计我们只能多活22年 不是不是 因为怎么讲 我再拿这个水出来 有的人以为退休之后 只有一瓶水 就剩这么多了 就是1100万 假设是1100万 那有的人喝得很慢 想说未来万一 还要喝很久的话怎么办 所以喝得很慢 结果没多久人就挂了 可不可惜啊 可惜 是 但是有一个人喝得很快 咕噜咕噜喝 喝光了 人还活着 很可怜 水都喝光了 这是一个迷思 如果每年有水进来 你敢不敢喝水了 就敢喝水 这就是刚刚说那个5% 1000万的5%是不是50万 是 所以我每年都有水进来 你就敢喝那50万 我不是说1100万 只能活22年的意思 是每年都50万进来 就算你今年喝了60万 也没关系 多喝一点 没有人算得那么准 但施老师是每个月4万多 他们夫妻 那你如果每个月要10万的话 你可能要准备2000万 对 就是 如果一年100万的话 就是要2200万 重点是什么 不是说你只剩这一瓶水 如果每年有水进来 你就敢喝水了 对 重点是要有钱进来 不然有 曾经有人说 我要1亿才能退休 为什么 因为定存 1.5%好了 一年150万 我就可以过日子了 好好笑 那一亿你干嘛不去用 你一亿留下做遗产嘛 所以其实就是每年有水进来就 但是现在一个重点 你这个水进来是要很努力的让它进来 还是很轻松的让它进来 对 我觉得退休之后生活的精彩 比钱的累积很重要 常常说什么 那个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 或者钱到国家去 不要心惊胆战 每天能够睡得好觉 对 我举个例子 有一年那个鸿海的股东会 一个90岁的老先生站起来说 我上半年买了你1000张的鸿海 结果股东会的时候赔了4000万 1000张要1亿2 这件事情很好笑 他都90岁了 还那么努力地赚钱干什么 还那么积极 还那么积极地想要 因为鸿海他认为未来前景抗 但是最好那个时候下来 所以他儿子很生气 本来可以继承1亿2千万 现在只剩下8000万了 那最近鸿海刀起来没关系 所以什么叫说要赚钱 就是稳定的股息进来 不要努力地去赚价差 你不必嘛 对 这要回到第三点 什么叫确定的收入 VS 期望的收入 股息就是确定的收入 你去买几十年来 每一年都有配股息的股票 这个股票也大 这个公司也大都不会倒 就放心了嘛 中华电是不是 是啊 赵峰金是不是 对 这些股票就好了 这个就要确定的收入 因为公司不会倒 不会变壁子 什么叫期望的收入 就是你想赚价差 想侥幸 一年想赚10% 20% 小心一点 这个水就打翻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期望的收入就可能 让你的水打翻嘛 确定的收入每天都进来 这个水还固定在这里啊 对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退休最重要的 就是守重安全 你不要再想赚很多钱了啦 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给子女吗 没必要嘛 你养大子女到大学毕业 就人质易尽了 剩下的钱啊 我也不做什么遗产税规划了 我就直接花光 就是我最好的遗产税 对 千万不要打翻了 对对对 绝对不能打翻 开心花钱 退休后都要打九折 没错 回到我2014年 我跟我太太去度一趟 非常甜蜜 浪漫的地中海游轮之旅 哇 两个人50万耶 我太太非常节俭 几天 几天 15天 15天 对 来回 那现在稍微便宜一点 那个时候是比较贵的时候 我太太很节俭 她说50万的 好可惜喔 我刚才说第一个 你老公是投资专家 难道赚不回来吗 第二个打九折 45万 我说是出版旅行社 因为你有知名度 所以给你打九折 我说不是 50万我不去搭邮轮 就变成子女的遗产 遗产税多少 10% 5万 所以不管要不要搭邮轮 那五万都是国家的了 所以虽然我出了五十万 我实际上是出四十万 国家帮我出五万 那现在像赌龄哥 你大概是遗产税 大概是二十%的 你就打八折了 所以其实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那么辛苦地赚钱 结果都被国家克走 你知道怎么把钱拿回来 最爽快的 花掉 吃掉 对 因为都打九折 你会每天 你都把10%拿回来 是 所以 花掉 吃掉 所以现在很多人 都在退休之后 还在怎么样 急急盈盈于赚钱 其实真正重点是 开心花钱 当你够的时候 就开心花钱 不要一直想赚太多的钱 没这个必要 了解 谢谢斯文威老师 接下来请教一下 张胜苏老师 哪些只为命格的人 规划退休可是一把照 来 我们来 从命盘的角度 大家来看一下 命工的部分 其实你看 就像刚刚生辉兄讲的 退休就是要开心花钱 对 因为上班 其实靠着专业在赚钱 是 可是退休 花钱如果不规划 真的一下子水就空了 对吧 是 但是这个规划 并不是你本来就在想的 你看我们往往上班40年 都没想过这些事 到退休之后 该怎么安排 好难 是吧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 天机星去落到命工的朋友 其实我们讲 未雨绸缪 天机这颗星 基本上就符合这四个字了 比如说他30岁就在想 60岁的事情 怎么会想得清楚呢 对不对 可是从天机的角度出发 他会觉得 我不断地去修正 我这张退休的清单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你看以前的人讯息拿到很难 现在网路上到处都是讯息 所以他会觉得 我天天去更新这个清单 把清单越更新越好 就算计划赶不上变化 可是我心里开心 所以当他想得很透彻的时候 真正到了退休的那时候 他就不会害怕了 这就是天机星 未雨绸缪 其实贪婪很渴望退休 你看我们讲上班 其实我们说世界这么大 有多少地方还没去 人生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学 你多少东西还没学过 可是上班哪有时间可以学这些 哪有地方去旅行 可是退休之后 我是不是有太多的时间 可以去做这些规划了 活到老 学到老 对贪婪来讲 所谓的多才多艺 有的时候往往是 退休以后才开始的 因为你上班你根本没有空 去学这些东西 所以我看到好多贪婪的朋友 退休后 他那个时间排得比上班还要满 是 他可以一个礼拜学八种记忆 为什么 他学得开心 那跟上班只是为了赚钱 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退休后的学习没有压力 对 不用毕业证书 也没有成绩什么的 做不好也没关系 对 而且你今天你去画画 你画得不好有什么关系 对 对不对 你是让自己开心就好了 是 再来第一个是太阳星 其实我们刚刚讲退休退休 这在讲老本 没有老本不用谈退休了 对不对 可是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老友 从太阳的角度出发 他会觉得我今天能够跟朋友 好好的相聚在一起 很快乐 其实现在人来讲 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单身贵族 很多有家的人 老了也不想跟小孩住 我宁可跟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起 那种不是很开心吗 就像刚刚讲的 你到一个地方去买 然后都是好朋友 大家在那边过瘾 小孩嘛 偶尔来看你一下 那还会很孝顺 天真在你旁边板着脸 那种小孩很多 对不对 所以太阳对他而言 规划跟老友 志趣相同的朋友在一起 这种退休生活 是不是过得非常地开心 所以这三个朋友 大家可以跟他们 多亲近亲近 今晚你有空来开放吗 挑加把大神麻将手游 即刻下载 对不对